另外这个也是看了 这是在桃园有一条路叫做春日路 沿路呢整整一公里的人行道 现在正在修缮 但是一个月来呢 工程断断续续的路面挖出坑洞之后 又开始用对象的人行道的工程了 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走走 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砂石砖块 电信随地乱摆 完全没有防护措施 更没有警告标示 挖土机就在店家前面开挖 民众经过都得小心翼翼 原来桃园春日路上 正在进行人行道修缮工程 但是整条一公里的真心道 却被挖得到处坑坑洞洞 施工单位不但将建材 随地放在人行道上挡住通行 路上还随处可见砂石土堆 最严重的是修缮工程没完工 车子就只能停在车道上 真的超危险 我是觉得应该是先把一边先做完 然后再做另外一边 它现在是先 这边还没完全做完 就开始在挖哪一边 所以反而会造成 两边的店家都会造成影响 面对这样的施工品质 民众抱怨连连 但公告上明明大大写着 施工日期直到7月1号 现在都过了一个多月 工程却还没结束 让民众很生气 我们希望厂商进出在两个礼拜之内 能够把这个铺面的收编做好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路面的回铺的工作 施工是要让人行道更整齐美观 但现在却严重影响民众安全 这样的施工品质和延荡的工期 居民不能接受 中日新闻简正风游文旗 桃园采访我的报道